其實第一次有一個正式的戲所 離開臺北市正式招政 這個能夠達成這個地步 其實要感謝非常多人 包括雲林所有鄉親的支持 希望在長期以後在這邊能夠真正生根 我們也知道 護理的人才其實在臺灣現在是非常缺乏 我們也希望能夠有更多的在地學生 透過這個學護理去 學士後護理在雲林深圳的生根 也配合臺大雲林醫院 能夠做更多密切的結合 臺灣大學也有信心 在這個之後會有更多的這個紮根的動作 包括我們的申農學院 蔡廚長這邊的申農大樓 其實已經馬上要完工 其實也會進入相當多的 臺灣大學的農人進來 我們將來希望結合護理 結合申農 結合臺大醫院 在這邊創造一個雲林校區特有的特色 就是臺灣基本上怎麼樣讓他能夠有長照 有健康醫療 在這邊做一個很有特色的結合 也希望這一次這個這樣子的一個開辦 能夠立下臺灣大學真正的這個招生的 未來的這個更多的好學生進來 站在醫療裡面來講 其實看到我們醫療的環境 因為特別是護理同僚的辛苦 我看他也是護理同僚很難 那在發生了 因為護理同僚的不足 造成我們急性便當的關闖 那是一個非常不得的的環境 我們經過那個困境以後 然後我們逐漸的 透過很多閒跟脾氣的資助 當然也是部裡面大力的支持 能夠讓我們的臺大的醫院 甚至於更多的醫院的這個病床 就能夠再重啟 那這個護理人力的補助就相當的重要 所以在護理環境的園道就顯得 我們在地方來講 非常重視的一環沒有好的護理環境 我相信我們整個醫療道具的品質上來講 就可以相當的落差 就沒有辦法遭到我們民眾的期待 那麼怎麼樣留住在地的人 在在地服務就非常重要 所以那這部分的話 經過大家的努力 忠於我們營臨 很不容易的開放這樣的一個 協識後退 護理協系的一個招生工作 我們當然就希望 到我們營臨在地的子弟 希望對於白藝堅持這個神聖的工作 我熱情的所有的台灣的夥伴們 願意來投入 所以我們也希望 明年的這個造成 都能夠非常地順利 那麼未來這些新的 正義線都能夠留在我們在地 來護我們相見 台灣大權學時後 護理學習 讚